三毛想另谋生路 他见路边的擦鞋摊生意红火 就到旧货店买来全套擦鞋的家室 工具箱太重了 怎么都搬不动 三毛灵机一动 请求店老板给箱子安上两个轮子 这样他就可以拉着工具箱到处摆摊了 招揽生意 摆好擦鞋摊 三毛瞪大眼睛 注意行人脚上的鞋 好不容易过来一个穿皮鞋的 三毛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 猛扑过去 抱住那人的腿 先生 擦皮鞋摊上 擦皮鞋吧 包您满意 亏本生意 那人是个长官 三毛拿出标价牌 擦鞋 擦鞋每双一千元 长官看了 十分爽快地掏出钱 给了三毛 不料他卷起裤腿 三毛傻眼了 原来他穿着双长筒皮靴 钱也收了 三毛值得硬着头皮 替他擦鞋 皮靴擦得正亮 而三毛的一盒鞋油 也用完了 调整价格 三毛立刻调整了价格 刚才那长官占了便宜 就介绍他的同伴也来擦鞋 三毛打出三千元的价格 那长官立声责问 刚才明明是一千元 三毛早有准备 拿出另一块标价牌 两块牌子上写得很明白 擦普通皮鞋一千元 擦长筒皮靴三千元 有备无患 三毛慢慢掌握了擦鞋的诀窍 擦得既快又亮 找他擦鞋的人 络绎不绝 生意红红火火 每天晚上 他把辛苦挣来的钱 都锁在工具箱里 又把工具箱和藤椅 捆在自己脚上 这样三毛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万无一失 三毛到服装店 为自己买了件新衣服 他把钱放在衣服口袋里 为宝万无一失 又用针线 把口袋缝得严严实实 这样一来 他可放心了 摸摸自己的辛苦钱 三毛甜滋滋地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